晚上七点,我回到家,本来应该在外地出差的我提前一晚上回来,就为了给白杰一个惊喜,可我没有想到,飞开家门之后,我居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,对于妻子的声音极度熟悉的我,怎么会听不出来?难道妻子趁我不在,带别人回来了?想到这里了抽灵,我不由得怒火中烧,我的妻子白杰是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, 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已经十年了,白杰长得非常漂亮,哪怕已经十年了,我对她还是很着迷,但是这几年随着我年龄的增大,身体也慢慢不如从前,而白杰正值三十岁,需求似乎与我不太匹配,我都有些力不从心了,现在难道耐不住寂寞了? 我感觉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,气得我直接推开房门,可我没有想到,映入我眼帘的居然是这么一幕,白杰穿着一件睡裙,此刻已经有些凌乱,此刻白杰的眼神迷离,你怎么回来了? 白杰对我问了一句,声音软软的,如果是平时,我听到这声音就想抱抱她,但是现在,我发现了她的不对劲,她的手机亮着,看起来好像在跟人视频,视频在我眼前一闪而过,我只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,我立刻上前一步, 把白杰的手机抢了过来,啊,白杰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发难,她还没从刚才的状态中完全回过神来,我拿过来一看,白杰果然在跟别人视频,不过视频的对象居然是她的闺蜜,阿玉白杰有一个闺蜜,长得也非常漂亮,不过性格和白杰却丝毫不一样,白杰毕业之后就嫁给了我,做了家庭主妇,一直以为都挺贤惠的, 而阿玉却选择了出国留学,据说在国外换了好几个男朋友,玩得挺花的,我就在和白杰结婚的时候见过她一次,当时她一脸不屑地告诉我,中国男人都是废物,说话的时候还看着我,如果不是白杰拦着,我当场就想翻脸了,不过虽然俩人的人生轨迹不同,但是他们闺蜜俩的感情一直很好,白杰有空的时候就会和阿玉 阿玉视频,你刚刚在干什么?我看着白杰,白杰这时候也终于回过神来,从我手里一把把手机抢回来,有些忧愿地看着我,和阿玉视频,你不是看到了吗?视频的时候在做什么?我追问道,不过白杰只是敷衍地告诉我,这是他们姐妹间的秘密, 我也没有多问,反正那个人是她闺蜜,怎么也不算给我戴绿帽子,我原本以为这只是我生活的一个小插曲,不过我没有想到,几天之后白杰就告诉了我一个消息,阿玉回国了,因为阿玉刚回国,没地方住,所以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,我倒是没什么意见,虽然不喜欢她这个闺蜜, 但是在家住几天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可我没想到,几天之后Coming,我就见到那道熟悉的身影,可白杰相比,阿玉身上更多出了几分青春的活力,穿折上也要开放不少,而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,阿玉还带来了她的男朋友,而且还是一个黑人,白杰对于阿玉的到来倒是非常欢迎,对于阿玉的这个男朋友,白杰像是 早就知道她的存在,叫她杰克,杰克看到白杰之后,立刻上来热情地在白杰的脸蛋上亲了一口,白杰不但没有反抗,反而一脸娇羞地打了她一下,我看到这一幕就有些不高兴了,不过白杰却和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礼仪,让我别这么小心眼,言语间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,这让我更加火大了,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整这的小子, 晚上的时候聪明,晚上的时候,我故意拿了两瓶白酒,我对自己的酒量还是很自信的,毕竟我本身是做建筑的,平时就少不了应酬,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喝吐过,我上来就一直猛灌杰克的酒,这小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人酒桌上的那一套,被我忽悠地一愣一愣地,喝了一杯又一杯, 没一会儿她就有些醉了,她在桌子上半梦半醒,不过我发现,一旁白杰的脸色也越来越红了,我看她一直皱着眉头,还以为是她身体有些不舒服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我看到白杰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杰克的身上,白杰酒量不好,又喝了一会儿之后就自己先回房间去了, 剩下的只有我们三个继续在这喝,我看到一旁的阿玉,此刻也是满脸红润,那红色都已经蔓延到脖子根了,它像是很热一样,不断扯着自己的领口扇着风,我注意到阿玉的胸口好像有一个纹身,看起来像是一个黑桃的图案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等我在抬起头的时候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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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一脸笑容地盯着我,我像是一个做坏事被抓到的小学生一样,感觉脸上火辣辣的,逼近当面偷看人家女朋友,说什么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,又喝了一会儿之后,我感觉到尿一袭来,忍不住就走向厕所,就在我方便完了之后,忽然有一双手从背后抱住了我,把我给吓了一跳,我回过头一看,竟然是阿玉, 只见阿玉抱着我趴在我的后背,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,喜欢吗?阿玉小声地问了一句,我悄悄探头,发现杰克此刻正趴在桌子上熟睡,我抱着阿玉走了出去,两个人努力配合,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,我知道阿玉开放,但是没想到他居然玩得这么看,脑海中想到当初他对我的轻视, 还有他男朋友今天对白杰的轻薄,让我越来越愤怒,就在我要有所行动的时候,我忽然发现,原本在桌子上的杰克不见了,而卧室里似乎传来了白杰的声音,声音很小,但是很熟悉,这绝对是白杰的声音,就算声音很小,我也听得出来, 因为白杰的声音很有辨识度,一种酥软娇嫩的声音,每个晚上都会回荡在我耳边,我心里那团被阿玉激起的怒火,瞬间被浇灭,可我兴趣顿时全无,甚至对阿玉生出了一丝怨恨,要不是阿玉引回来个黑人,又怎么会发生这些事? 我来不及穿上衣服,赤裸着上半身就往白杰的房间里走去,阿玉看见我发现了不对劲后,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子准备赶上来,脸上掠过一丝惊恐,可阿玉慢了一步,我伸出手把门一把推开,眼前的景象让我差点昏倒过去,只感觉我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给压住了般,喘不过气,脑子里嗡嗡直响,此时的我满脸, 脸痛红,紧握着拳头,白杰拽着被子盖在身上,面色苍白地看着我,搂着白杰的正是杰克,他和白杰一样,状态很不好,面如桃色的白杰,令我惊讶的是,杰克似乎早就料到了我会发现一样,反而更加淡定,他拿起桌子上的烟和打火机点燃,长吐了一口白雾后,满脸得意地看着我,这一幕我估计 放眼整个中国,也是极为炸裂的新闻,女子竟然在家背叛了丈夫,踢腿男人竟是一个非洲黑人,我再也忍不住,一把拿起桌子上的白酒瓶,就准备朝着杰克的头砸过去,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开了瓢,可我仔细想了一下,就算把杰克打个半死又能如何, 还是解决不了我的心头恨,我强忍着怒火,将手里的酒瓶扔在地上,狠狠地瞪了白杰一眼,像这种货色根本不值得我为了他蹲监狱,我迅速冷静下来,面色恢复了一些正常,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 我淡淡地将这句话说出口,似乎躺在床上的不是我的女人,而是别人,白杰先是愣了一会儿,他没有想到一向脾气暴躁的我,竟然会很坦然地问他,他开始向我讲起了他和杰克相识的过程,不,应该是第一次在一起的过程,白杰和杰克的确是通过阿语相识的,刚开始白杰是拒绝的,可当他头一次和杰克接触后, 就欲罢不能,白杰也慢慢接受这种情况,开始偷偷背着我和杰克联系,他和杰克在屏幕面前相互安慰,这种感觉很让白杰喜欢,可我却一直蒙在鼓里,最近几天,听到阿语要带着杰克来我家,白杰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,他是不可能净身出户的,就算和我离婚也是让我净身出户,因为我是从事工程行业, 这几年下来,也攒了不少,少说也有个数百万,并且我名下还有两套房,房子买的时间有了些年头,房价早就翻了十倍不值,卖出去的房钱就足够和杰克一辈子吃喝不愁,面对如此大的诱惑,他决定和阿语商量了一个计划,趁着和我喝酒时,阿语就准备了东西, 在客厅里安装了东西,因此也就有了阿语主动接近我的一幕,想到这里,我全都明白了,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三个的阴谋,就算是死,我也要让白杰身败名裂,跪着求我,因此我打算将计就计,既然白杰这么喜欢和黑人在一起, 那我也不要是白杰当初能对我坦诚一些,哪怕是装装样子,我也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对他,至时阿语也紧跟着我走了进来,他看到我那副样子,忍不住笑出了声,他似乎早就料到了,看着我露出玩味的表情,白杰,你想得真够周到啊,原来白杰会利用我和阿语的事情做证据,让我净身出户,可白杰没有想到, 他太小瞧我了,像这种心眼,我早就习惯了,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还藏了一首白杰和黑人的聊天记录,上面记录了白杰和黑人最近几个月的交流,全是些不堪的内容,更有不少通话记录,常常保持在半个小时左右,每晚白杰都会趁着我应酬的空和杰克联系,而我也趁着白杰睡着,偷偷打开了他的手机, 意外地看到了所有的聊天记录,我当时打死也不会想到,白杰明面上温柔,私底下却是这样,我多了个心眼,把记录保存了下来,看到聊天记录的白杰,有些慌了,他脸色一变,推了推一旁的杰克,你怎么会有这个,你偷看我手机了? 白杰语气中带着点怒火,像是在质问我一样,可他现在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,我只能用冷漠去回应他,我要是不看,又怎么会知道你们把我当傻子一样骗? 当我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,杰克吃一声笑了出来,他将手里的烟头掐灭,幸灾乐祸地看着我,像我炫耀着他的手段,虽然心里怒火中烧,可我还是忍住了,我一眼边就看出来杰克是那种心眼很多的人,往往像这种人,才是最棘手的,他现在故意用这种方式挤我,他很了解我, 白杰都已经把我的一切透露给这个男人杰克了,此时的我才上下打量起了杰克,这个身高接近一米九的黑人,有着一头乌黑卷发,扁平的鼻梁以及肥厚的嘴唇,再配上一身黑皮肤,身上似乎散发着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,可杰克和那些黑人不同的是,他的眼睛很犀利,很难让人不得不提防起来, 你就算有聊天记录又怎么样,我这可有视频,原来阿玉早就通过安装的东西录下了视频,他用手机将这段视频播放,画面中正是喝完酒后的我和阿玉在一起的场景,当时的我已神志不清,内心混乱,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想法,根本无暇顾及其他,却不知正中了圈套,我内心很慌乱,这视频一旦流露出去, 别说承包项目,就连工程圈也别想混了,白杰脸上也有些不愿,把头转到一旁,定没有继续看下去,要是不想让这个视频流出去,就乖乖听我的话,阿玉向我开出了以下三个条件,否则就立刻将这个视频发到朋友圈, 第一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和套房,转移到白杰名下,净身出户,第二将白杰和杰克的聊天记录删除,第三利用我的人脉,雷他们三个半去南非的护照, 必须赶三天内,为了能够完成复仇计划,我点头答应了阿玉的三个条件,不过想要带着我数百万的资产出国,你觉得可能吗? 我辛辛苦苦积攒了半辈子的钱,怎么可能说给就给,我很快将那两套房子过户到白杰名下,然后再根据阿玉说的,给他的账户打去了一百万订金,等视频彻底删除后,我再付给他剩下的钱,同时我也当着阿玉的面, 七手将保存聊天记录的那台手机处理掉,交给了阿玉,而此时只剩最后一个条件,办理护照对于我来说并不太好办,可办理假护照那就是易如反掌, 我特意找了之前合作过的一个朋友,托他给我找人办了三张假护照,假护照的制作需要一些过程,得等上一天,而距离阿玉的时间还剩一天,可我发现, 至始至终,杰克都没有多说一句话,准确地说都是阿玉在谈条件,杰克一直在背后操控着,包括那三个条件都是杰克指使阿玉去做的, 黑人什么时候可以玩弄我于手掌之中了,我不甘心,在办假证的过程中,我偷偷联系了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哥们,他是一名职业散打手,尤其是街斗强者, 我要让杰克下半辈子都待在轮椅里面,计划搬排得差不多了,我将办好的假护照给了杰克,不得不说,朋友做工精细,以假乱真,完全看不出来是假护照,杰克将护照拿在手里,左右翻了翻,确认了数遍之后,才将护照放入包里,阿玉朝着我抛了个冷眼,要是你敢做什么手脚,我就立刻把视频发出去, 就算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了,玉姐好歹也认识这么多年了,你不信我,我故意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,打消杰克的怀疑,知道就好,今天下午安排两辆车,送我们去机场, 阿玉坐在沙发上面,从柜子里取出我珍藏多年的酒,给众人都倒了一杯,白姐本身是不会喝酒的,可似乎是为了庆祝,端起一杯就灌了下去,脸色立刻泛起了红韵,杰克端着那杯酒,看了我好一阵才喝了下去, 她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,露出一股神秘的微笑,时间差不多了,我联系的出租车已经停到了小区楼下,白姐和杰克他们收拾好了行李,坐上了出租车之后,就去了机场,我目送他们出了小区之后,转头将电话打给朋友,他们走了, 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,过了半个小时,手机果然响了一下,科们将视频发给了我,是小金接过我的电话以后,就叫上几个一起练散打的去了,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地儿,把杰克给围堵了起来,疑青脸肿的杰克蹲在墙角,不停地颤抖着,肥厚的嘴唇打着哆嗦,我看了后,心里直呼大爽,恨不得亲自抽上一把, 小金一把拽住杰克的头发,用膝盖朝着面门一顶,杰克鼻血流了下来,差点昏倒过去,阿玉和白姐蹲在墙角一句话也不敢说,小金看着阿玉把我和他的视频删掉后,才放走了他们,看到这里,我拿起了手机将电话打给了警察,喂,我要举报一起偷渡事件,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也随之去了机场, 到了机场之后,只见数十辆警车围着杰克和白姐,阿玉看着他们一脸惊慌失措,我心里不由地乐开了花,熙熙攘攘的人群逐渐围住看热闹,而我也混在人群里,警察上前一步,在杰克身上搜了起来,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和护照, 白姐和阿玉将身份证出示后,又取出了他们三个的护照,可杰克是偷渡过来的,哪来的身份证?不好意思,你们的护照也是假的,我们要带去局里调查,请配合。 杰克大骂了一句,发可可可他不,发可可以说聪明发可,发可,也无意间和人群之中的我对视了一眼,他这时才反应过来,这一切都是我下的圈套,而白姐也看到了我,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去,可为时已晚,随着警车的鸣笔声响起, 他们三人也被带去了局子里,而我作为替他们办假证的,也被调查了,可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,办假证的人已经转移了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我用一些人脉关系打通了局里,假证这件事也就此割下,现在最为重要的则就是杰克的账户里有一笔来源不干净的钱,最近国家打击洗钱力度很大,像杰克这种往往都是五年起, 这笔钱也是我用杰克的账户洗下来的,而真正的用金早已到了我手上,那笔钱是来历不明的黑产,整整一百万,足够给杰克判刑了,杰克在警局里面大喊着,跟我没关系,这笔钱不是我的,是他的,杰克愤恨地看向我,朝着我骂道,可是没有任何警察理会他,因为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黑人, 是您你快告诉警察这笔钱是怎么来的,我可以把你的妻子还给你,杰克惊恐地说道,我不想回非洲,按照国际法律来说,偷渡的异国人犯罪后会被引渡祖国,而在南非这个国家,违法洗钱几乎是死刑,这也就是杰克为什么如此担惊受怕的原因,不用了,贱或只配黑人, 我看了一眼白杰和阿玉,正准备离开时被阿玉扯住了裤腿,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着,让我看在过去的情分上,放他一满,要不是阿玉,又怎么会有今天这一切?白杰怎么可能陷入黑人的圈套? 说起怨恨,我最怨恨的就是阿玉,要不是他,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,这件事还没有彻底完结,远远没有让我能够放下,因此我将他们起诉上了法庭,开庭时间在一周后,他们三人作为被告人出庭,一周未见,白杰的脸色蜡黄,面旁也消瘦了许多,眼神中再也没有那股劲儿,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妻子了, 我还是会为这段感情惋惜,法庭上我将所有的证据拿了出来,其中最为有力的,就是白杰和杰克的聊天记录,他们三人傻了眼,阿玉是亲眼看着我删除的,可我早就备份了,杰克想要在法庭上辩解,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,反而阿玉却是一直大吵大闹的,你这个骗子,他和我在一起,还是在婚恋期间, 他又没有王法了,阿玉看着所有人,指着我说道,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,证据呢? 阿玉听到这话,瘫倒在了地上,双眼无神,白杰眼睛红肿地说道,我承认,我出轨了,我愿意净身出户,令我没想到的是,白杰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, 这场案件就此结束,法官宣判了结果,杰克一位触犯国际偷渡罪,诈骗罪等罪行,或行十年以上, 阿玉涉嫌帮助他人偷渡罪,或行三年以上,白杰涉嫌相关罪行,居留六个月,而我的所有财产重新回到了名下, 让我心里最担心的事也放下了,此后的这些年里,我没有娶过任何一个女的,一心做生意,只有钱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, 一年后,我开始去寺庙里面祈福,中秋之际,我抽了空去了一趟本地的寺庙,上了一炷香后,我看到了一个感到熟悉的身影, 她全身上下包裹着红色纱金,她只给了我一个侧脸,这侧脸我很熟悉,直到我上完香,出了寺庙之后,我才想起,这似乎就是我那一年前的前妻,白杰,我并没有回去找她,或许她出了狱后,来到这里出家是为了赎罪,黑人是个特殊的群体,他们有着自己的特点,我并不是歧视黑人, 可是我并不想让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在我们这里,希望各位同胞女性,不要被不好的人所欺骗,不要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, 我死了,死在了我哥和我嫂子订婚宴的那天,嫂子也就是林霜,我父母收养的同事遗孤,爸爸恩人的女儿,他们八心八肝对待的养女,甚至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好的养女,就是她找人害死了我, 林霜和我的大哥,正在酒店幸福地举行订婚仪式,幸福的婚礼现场被一口棺材打破,大哥他是杀人犯,妈他不是爸爸的恩人女儿,他是可以说聪明,他是,今天是我大哥秦琛,可害死我的林霜大喜的日子,我撑着快要消散的魂魄, 冷冷地看着,复兴人和杀人犯的婚礼,不值得祝福,家里的院子铺着长长的红毯,舞台上一对新人幸福满满,舞台下我的父母,感动得满眼含泪, 我看到我大哥拿出手机又看了看,他点进了微信聊天框,可我的聊天框,我看到他给我发了很多信息,他告诉我订婚了,他又要结婚了,他告诉我时间,让我马上回家,他说要我见证他的幸福,可是我回不来啊,我被关在枯井里啊,我被他的老婆叫人推下枯井了呀, 在他们订婚的那一天,尸体都开腐烂了,大哥,你快点去把我拉上来啊,大哥你知不知道,林霜他根本不是爸爸说的什么恩人之女啊,他是可以说聪明,他是爸爸,他,奇怪了,我只是变成了魂魄,怎么不能说出那件事啊,林霜关上了他的手机,别看了,他不会回来的,谁知道又跟谁出去浪了,大哥叹了一口气, 收起眼底对我的失望,继续他的婚礼,就在两人准备交换戒指的时候,一个满眼痛红的男人闯进了婚礼现场,他身后还跟着一对头发花白,雾履蹒跚的老年人,我鼻子一酸,因为那个红着双眼的男人,是我的男朋友,也是我马上准备结婚的对象,我的爱人,李腾,秦琛,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结婚, 还有心思在这里幸福,他冲上舞台,一拳打在秦琛的脸上,然后再一巴掌扇在林霜的脸上,乱了一切都乱了,父母大惊失色地上台想要抓住李腾,但是怎么抓得住呢? 李腾像疯了一样的,对着林霜拳打脚踢,直到他的嘴和鼻子都冒出了鲜血,李腾,你发什么疯? 秦琛终于拉开了李腾,护着他的妻子林霜,呵呵呵呵,哈哈哈哈,秦琛,我发什么疯,畅畅人都不见了,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结婚秀恩爱,你们真的不是他的家人,真的不配当他的家人,你说什么? 秦琛皱着眉头,畅畅不是跟你同居了吗?他不是搬出去和你住一起了吗?怎么不见了? 秦琛失望地看着秦琛,看着我的一家人,他缓缓地掏出手机,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,一张枯井的照片,还有从门外被人抬进来的一口棺材,配着安商的音乐一起抬进来的棺材,白色的葬花映衬婚礼上的大红喜字,安商的音乐和婚礼进行曲互相纠缠,呵呵,我看到他们都睁大了眼睛,我看到他们惶恐, 哀伤震惊,哀伤,失望二一片混乱中,我思绪回到了过去,林双是我父亲同事的女儿,一场意外,他的父母都失去了生命,而我的父亲因为林双父亲临死前推了一把,而活了下来,反正爸爸是这么说的,而我们都相信了,之后爸爸就把林双接到了家里,无微不至的关怀, 甚至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好得多得多,林双刚来我家的时候,我们都才十岁左右,都差不多大,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,于是妈妈买了一间上下床,让林双和我住在一间屋子,刚开始我还因为有了一个新的姐妹开心, 我想着终于有人和我一起对付大哥了,多好可是,您好吃是失命多好,我想得太天真了,林双经常有意无意地把牛奶,撒在我花一个多小时做好的诗卷上,然后可怜兮兮地缩在一边道歉,第一次我原谅了他,接下来,就有了第二次,第三次我也生气了, 我告诉爸爸,林双故意把牛奶撒在我的诗卷上,可是爸爸不但没有安慰我,反而伸手把委屈爸爸,大眼睛含着泪的林双护在怀里,双双只不过是弄湿了你的诗卷,你就这样凶他,你只不过是要重新做一套诗卷而已,而双双牛奶都没喝到,他都没有给我说,不喝牛奶将来长不高的, 除了晚晚,他又低头安慰林双,傻孩子,牛奶倒了就倒了,爸爸再给你倒一杯就是,我简直不敢相信,这还是以前那么爱我的爸爸吗?我那诗卷做得多辛苦,他又不是不知道,于是之后,之后,除了我的诗卷,我的其他作业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,甚至可以说聪明,甚至被撕烂,我知道告诉爸爸妈妈是没有用的, 于是我告诉哥哥,他从小到大都是罪乎我的,经常把我欺负我的大孩子打跑,可是大哥也像变了一个人,酸琴唱,你怎么这么小气,林双也是我的妹妹,以后你不能欺负她,妹弟到底是谁欺负谁啊? 在我试卷被打尸的第二十次时,我爆发了,我不愿意跟林双住在一间屋子里,爸爸妈妈怎么说都没有用,林双又吊着眼泪, 爸爸妈妈,都是我不好,都是因为我,畅畅才不高兴,你们还是把我送到孤儿院吧,这样畅畅就会高兴了,我被他气得,随口就接了一句,对,他本来就该在孤儿院,停什么住我的房间,他一个大大的巴掌落在我小小的脸上,瞬间大大的耿吾手指印,我猛了,我被我七生的爸爸给打猛了,这是他第一次打我呀。 以前就算我多么的不听话,做了多少的错事,他们都从来不会打我一下,可是今天,为了林双,他打我了,我不会原谅他们,谁都不会,当然他们好像也不会原谅我,他们逼着我给林双道歉,我偏步我也决,于是我亲爱的爸爸把我送走了,他们为了林双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, 虽然我看到妈妈还有一点不舍,但是爸爸,他坚持要把我送走,他说秦家没有这种小气歹毒的女儿,从此我就常住在了爷爷奶奶家,而林双,他取代了我,成了秦家的小公主,他们去哪里都带着她,走亲戚带着她她她她她带离行着,出去旅游带着她,逛街吃饭带着她, 妈妈来看过我,你啊,你容不下双双,不想跟她住在一起,我们也没办法,只能让你跟爷爷奶奶住了,不过你要是哪天想通了,回去给双双道的签,我们还是可以把你接回去的,我没有说话,倔强地忍着眼泪,得她道歉,永远不可能,奶奶抱着我,心疼的一个镜给我擦泪,畅畅,别哭,他们不要你,奶奶要你, 以后就跟奶奶一起生活,奶奶一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,我感激奶奶,在奶奶这里,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,奇怪的是奇怪的是,奶奶也不让爸爸进家门了,一次没让他进来过,有一天我听到奶奶在跟爷爷说话,那个傻子,总有他后悔的时候,他们说的那个傻子,后来我知道了,就是我爸爸,他有一个天大的秘密, 他瞒了家里所有人的秘密,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,我会开车,也不会骑车,于是我开始了每天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的生活,以前,我都是爸爸每天开车接送的,如今他们接送的是林霜,五年级的一天,下着瓢泼大雨,雷声大作,电闪雷鸣,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伞,于是在学校大门前躲着想等雨停了再回家,林霜也没带伞,他和我一起站在门前躲雨,我不想理他,在学校我都躲他远远的,幸好我们不在一个班,见不到也不烦,心唱你搬出去了就是好,你不知道,现在你的房间里一样你的东西都没有了, 爸爸妈妈怕我受委屈,你以前用过的书桌,柜子甚至床,升至床,都全部给我换了新的,他们说,不能委屈我,不能让我用别人的旧东西,大哥每天都给我补习功课,我马上就会超过你的成绩,正说着瞅着说着,我看到爸爸的车停在了校门口,他撑着一把大大的黑伞过来,也许是没有想到我也会在这里,我看到他 眼神停顿了一下,似乎有点不自在,爸爸鳞霜很亲热地喊着,嗯,快点上车,在这里风大,他这里风大,别吹感冒了,我看到我亲爱的爸爸想保护小鸡一样地把鳞霜护在他的大伞下,把鳞霜送上了车,然后隔着老远问我一句,你不上车?哼,这么大的雨,他等着我自己走过去, 我没有那么贱,别人不要我,我不会倒梯上去,我懒得看他一眼,把书包挡在头顶,冲进了雨里,我看到爸爸一点没有犹豫地上了车,车子从我身边开过,水花溅了我的全身,毫无意外地,我生病了,高烧了好几天没有上学,奶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,把爸爸骂得狗血淋头,我听到他说,你还不醒悟, 要糊涂到什么时候,再见到他们,十六年级,学校开家长会,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现的,我原本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期望,我以为他们两个至少一个会来我的班级,一个去鳞霜的班级,然而,我又错了,我看到鳞霜在中间,一边挽着一个,一起进了他的班级,我的班主认识认识他们的,他站在我的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, 叹了口气,他们不来,但是奶奶来了,奶奶坐在我的座位上,是全班最年长的人,但是我不自卑,至少我还有奶奶,舞结束的时候,我远远地听到有人说,林霜啊,你真幸福,爸爸妈妈都来给你开家长会,我们都只有一个人来,还有那个秦娅,还是一个老太婆来的呢,什么老太婆,她是我最亲爱的奶奶, 我的依靠,谁让你叫她老太婆,我站在那个女生的面前质问她,她本来就是老太婆,头发都白完了,说不定明天就死了,林霜恶毒的嘴一张一闭,我气死了,赶住我的奶奶,我不打死她,于是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,疯了似的开始打林霜, 而林霜呢?她居然一点都不反抗,任由我打,直到不远处,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了,过来把我拉开,秦娅你是疯了吗?像疯狗一样地打人,妈妈不由分说地对我一阵教训,她咒我奶奶明天就要死了,我就是打她,没有,妈妈你不要听唱唱胡说, 我没有住奶奶,我我梨霜抽抽搭搭的,一看就是被欺负得不敢说话的样子,秦娅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,本以为把你送去奶奶家,你可以好好反省一下,没想到,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,以后,我们秦家,没有你这个女儿,哼,妈妈,你不要这样,唱唱也是因为我住在家里,她觉得受了委屈,都是我的错, 妈妈爸爸,你们不要怪唱唱啊,不然,不然,她故意说话留一半,果然,我的妈妈马上继续追问,不然怎么样,快点告诉妈妈,不要怕爸爸妈妈给你做主,她故意怯怯地看了看我,不然唱唱在学校,不会放过我的,很逼我现在就不想放过她,我冲上前想要撕开她那白莲花的伪装,可惜啊,我的爸爸,她怎么可能让你 零双数委屈呢?那是她班人的女儿啊,双双,你别怕,爸爸会处理,处理的结果就是卡塔利的结果,就是,他们两个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,就强行地给我换了学校,本来我可以上离家最近的初中,走路只要几分钟,而他们给我换到了要坐一个小时公交车的另外一家学校,而且学校的风气也不好, 坏学生多的不能再多,抽烟的打架的,甚至可以说聪明,甚至XD的,什么都有,零双呢?上了最好的初中,每天依然由我爸爸接送,几分钟的车程啊,他乐此不疲地接送,据我见不到他们,也好,那样我就不会去想他们,我在新的初中努力地学习 可是林双,林双,那个坏女人,却还是不放过我,她找了我们学校的一些混子,天天变着方法欺负我,偷我的作业本,偷我的书,在我的凳子上面倒浇水,甚至还找了几个男生,天天骚扰我,我不堪其扰,成绩直线下降,于是不得已,不得已,有一天,我拿了我唯一的三十块钱,咬了牙找到了初三一个男生, 他就是李腾,这个学校的霸王,老师都不敢惹的那种,那天我手里紧紧地捏着三十块,迈着坚定的步伐,走到他的面前,他手里拿着一杯从别的学生手里抢来的奶茶,周围围着一群他的小弟,他就那样看着我局促地站在他的面前,终于十分钟的沉默后,他问找我干什么,我颤抖着拿出那三十块钱,递到他的面前, 我想请你保护我,四周一阵欢呼声,我低着头不敢看他,还不够他喝两杯奶茶,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我真的被欺负得没有入了,没想到又是一阵沉默之后,他抽走了我手中的钱 放进口袋里,把最后一口奶茶喝完之后,杯子递给我,去丢了,我赶紧接过杯子丢到了垃圾桶,从今天起,我罩着你,我罩着你,在这个学校,没人敢惹你,我松了一口气,我知道他做得到,果然从未以后,我在学校一切都很顺利,我可以安心地学习了, 我的成绩一天比一天好,一年后他上了高中,但是依然每天坚持放学来送我回家,他的名声不好,从初中到高中都是那种老师眼里的垃圾学生,成绩不好,打架斗欧一把好手,附近很多学生都认识他, 这天放学的时候,我在学校门口同时见到了秦琛和他,七夜,我又好久没有见到秦琛了,他变化很大,我差点没有认出他来,要不是他身边跟着林霜那个白莲花,我真的不会认出来,他们站在一起,亲密无间,我懒得看他们,我也不知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,我走到黎腾的身边,和他一起并排往公交车站走, 谁知道秦琛像发了什么神经一样,一把从他身边把我拉开,心畅不准你和他走在一起,我莫名其妙,甩开他的手,你有病吧,我跟谁一起关你屁事,秦琛很生气,非常生气,我看到他眼里的愤怒,他是个混混你不知道吗,你跟他在一起就是自甘堕落,我笑了,我不跟他在一起,跟你在一起吗? 我的好大哥,他和一生大哥,他的眼神不自在地看了看身边的林霜,是在在乎林霜的感受啊,林霜那万年一副被欺负的可怜模样,我想秦琛现在一定非常心疼吧,真的他马上牵着林霜的手,双双你不要多想啊,你们都是我的妹妹,当然你的地位更高,林霜怯怯地开口,大哥,算了者大哥,唱唱他自甘堕落, 我们也管不了的,大半妈妈都管不了,何况是你,秦琛凶巴巴地看着我,给我最后通牒,秦唱,你今天跟我走,以前的事情就算了,我都不计较,你打过双双我都不计较,我们还是兄妹, 以后有什么事,你可以找我,我能帮的都会帮你,但是你要是跟他走了,以后我们兄妹情分就到此为止,我看了看林霜,他抱着双手站在一边,表面一副漫不经心毫不在乎的样子,实际我知道,他是个内心敏感的人,特别敏感,我坚定地走向他的身边,就如那天我坚定地拿着三十块钱, 去求他保护一样,我在秦琛不可置信的眼神中,牵起了黎藤的手,秦琛我没有你这样的大哥,巴秦琛很生气,但是黎藤很开心,我只要黎藤开心就好了,只要他在就好了,其他人都是狗屁,我最难的时候是黎藤保护我,我最可怜的时候,是他安慰我,高中时我凭着自己的努力, 如愿地考上了重点高中,而林霜呢,花了爸妈几十万的补课费,最后只上了一个职高,爸爸觉得职高委屈了他的女儿,于是又花了十几万送他去了私立高中,我住校爷爷奶奶没有多少钱,只有一个月几千块的退休金,我一个月只要奶奶五百块的生活费,每天早上一个馒头,中午一碗四块钱的素面,晚上也是一个馒头,这样也能够, 能勉强地维持下去,五百块甚至还能剩下一点买学习资料,最悲催的是,抗议催的是,我的高中居然和秦琛是同一所,他现在高三,我高一,再见到他已经是开学两个月了,我在食堂碰到了他,他端着餐盘里面,食物很丰富,有牛奶有肉,有菜,而我,只有一碗素面,看到我的那一刻,他的脸抽动了一下, 我看到了,也许他是真的不想看到我,只是他还是在我对面坐下来,怎么只吃这个,没钱,我老实地说聪明,他的眼神闪烁,把餐盘推到我的面前,吃我这份吧,我再去打,我不要,我不要他的同情,若是他真心可怜我,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,畅畅你的傲气也该适可而止了,回家吧,爸爸妈妈还是会原谅你, 接纳你的,代价呢?他支支吾吾的,还是那句话,只要你给双爽道个歉,一切就都过去了,我忍住把面条整个扣在他头上的冲动,吃完了这碗面,毕竟是我的钱买的,我不能浪费,秦琛要我道歉,永远不可能,久我知道,秦琛此刻的表情应该有多失望,他们总是以为,是我一切都是我, 是我容不下林霜,是我让林霜在家里没有安全感,所以把我送走,林霜才能真正在这个家生活下去,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,我就应该理解他们,我就应该无条件地忍让,可是凭什么?我为什么要忍让? 接下来我经常能在吃饭的时候碰到秦琛,他似乎是故意在等我,他的餐盘里面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菜,他一个人吃不完的菜,我忍了几次,终于是没有忍住,每天的素面馒头,我真的好馋肉啊,我鄙视自己,被糖衣炮弹攻击, 唱唱今年过年,你回家来吧,因为你这几年爷爷奶奶也不见爸爸妈妈,我们一家人,几年没有一起过年了,吃人嘴软,吹人嘴软,拿人手短,我最终还是答应了他,李腾知道我的决定之后并没有多说,除夕夜晚我来陪你守岁,我要陪他守岁,因为他只有一个人,他没有父母, 是真正的没有,不像我有又好像没有,李腾好看的眉眼笑了,他笑起来真的很帅很帅,我等你,就叫夜,中午,我和爷爷奶奶去了我原来的家,爷爷奶奶还是有气,所以他们不准那家人到这边来,爸爸妈妈见到我们,还是很高兴的,我看妈妈的眼里闪着泪花,他想来拉我的手,但是被我抽了出去, 他尴尬地马上去给我们倒牛奶,我看到牛奶,就想到小时候,心中说不出的酸楚,爸爸忙着泣水果,哥哥进屋把不情不愿的林霜叫了出来,今天是除夕,我们都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个年吧,妈妈把他张罗了一上午的菜都端到了桌上,这是六年来,我们第一次在一张桌子上吃饭,我说不出的别扭,真的一顿饭吃得很尴尬, 气氛一点都不好,林霜一直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,就差大声地说出来了,她才是这个家的女儿,吃完饭我就想赶紧逃,妈妈抓住我的手,再给我一个红包,我听你哥说了,来,这是给你的压岁钱,以后每个月我给你2000的生活费,你到时间回来拿就行,我接了红包,转身准备走,唱唱,你和霜爽也好久不见了, 好好聊聊吧,你们年纪一样大,应该有很多话题,爸爸喝着茶开口,我看得出来,他很想我和林霜把关系搞好,我不想的,但是林霜却乖巧听话地把我拉进了房间,关上房门,他的脸色马上变了,不再乖巧,而是恶狠狠的,请唱,你看这个房间,没有一点你的影子, 你识相一点,不要再回这里,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,跟你没有一点关系,我心想,这趟果然不该来的,我准备去开门,惹不起那我躲吧,只是我躲得不够快,我看到林霜拿起桌子上的玻璃杯,用力地往地上一砸,然后捡起一片碎玻璃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时,他狠狠地划开了自己的手掌,鲜血流了出来,他大声地哭泣,房门被打开,爸爸妈妈和哥哥以最快的速度,走到了林霜的身边,然后根本不问我一句话,不听我一句解释,三个人三个巴掌落在了我的脸上,我被打得跌坐在了地上,眼貌金星,看了看我的脸,满是心疼,你这家人了, 有还不如没有,是啊,还不如像他那样没有,其实林霜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的,只是爸爸妈妈出了意外,车祸他就变成了一个人,但是他不坏,真的不坏,他打架也只是和其他混混打架,最开始也是因为别人欺负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,然后他反击,慢慢地他也变成了和那些混混打架的混混,我们一起倒数着迎接新一年的到来, 我们一起忘掉过去,重新生活,新的一学期,秦春没有来找过我,我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,我要考大学,好的大学,聪明好的大学,我要离开这里,我要走得远远的,黎藤没有考上好的大学,只考了个二本,他干脆不读书了,去学了个修车的技术, 在这个小城市也算是扎下根来,他经常给我钱,几十一百地给我,马上要高考了,吃点好的,身体有能量,才能考出好成绩,我知道他赚钱的辛苦,他还是个学徒,不会有多少工资,每天脸上身上都是脏兮兮的,我不要他的钱,他就偷偷地塞进我的书包, 我的心被他一点一点地填满,我发誓等我十八岁,我就会和他在一起,不管我考上什么样的大学,不管我去多远的地方,我都会和他在一起,高考那天,我和林双在同一个考场,真的是晦气啊,怎么哪里都能遇得上他,我看到我的父母还有在读大学的大哥都赶了回来,一起送他进考场,在看到我的那一刻,他们一起转过了头, 呵呵我也不想看到他们,好在这么多年,我练就了绝对的铁石心肠,我没有被他们影响稳定地发挥,最后一场的时候,通灵,我看到秦琛拿了两捧向日葵,我看到林双扑进他的怀里,一脸娇羞,他递给林双一捧花,但是他们并没有走,看到我的时候,秦琛朝我伸出了另外一捧花,十二畅畅,祝你金棒皮鸣, 我挑了一眼,毫不在意地转身离开,身后的他们,花僵在空中,而林双呢,眼神更加地恶毒,还应该是想不通,我都这样不给面子了,为什么他们还要执意给我送花? 我管他那么多,我很忙,最近都很忙,我要打工,我要赚钱,我要筹齐我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,尽管爷爷奶奶说他们的退休金早就给我存够了上大学的钱,但是我不忍心用他们的,我到处打工,奶茶店便利店,两个月下来,我也赚到了八千多块钱,学费够了, 我考上的是九八五公办学校,学费不贵,我打算进去之后再勤工俭学,这样生活费也不成问题,最后几天,我闲了下来,我要好好陪一陪爷爷奶奶,还要陪一陪梨腾,只是奇怪,我找他的时候,他总是躲着我,直到最后一天,我要是再找不到他, 就要一个学妻才能回来见面了,我没有那么多的路费,可以经常回来,我在他家门口堵出了他,我问他为什么躲我,他支支吾吾,手掌局促不安地在衣服上面擦来擦去,其实根本没有用,他的手脏,衣服更脏,他不说话,我不依不饶地问,终于他开口了,畅畅,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,我懂了,我毫不犹豫地惦记, 第一次努力又轻色地吻上了他的唇,他颤抖,整个身体都在颤抖,他忍着激动,唱唱离腾,离腾,我很早之前就决定了,等我成年,就跟你在一起,永远在一起,十三他送我去了学校所在的城市,武汉,人生就是那么的巧,高铁站我碰到了爸爸妈妈哥哥,还有林霜,林霜上了一个专科, 还是高价那种,很不巧的,也在武汉,我们隔着几个座位,遥遥相望,互相都没有说话,我的妈妈几次想要站起来,又默默地坐了回去,我是985,而林霜是专科,我一点都不切他们,甚至可以说聪明,甚至就是因为没有他们,我才能考上心仪的学校,最后好死不死的,在火车上,我们的座位居然面对面, 爸爸妈妈一直打亮着黎藤,用很不友好的眼光一直看着他,黎藤本就自卑,这下更加是低着头,我牵起了他的手,紧紧地握在身前,我要告诉他,他是我的人,是我看好的人,是我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,别人与我无关,终于妈妈忍不住了,你们在交往, 对我毫不避讳,畅畅,你脑子里面有江湖吗?你是985的高材生,他只是一个修车的,你们根本不般配,说这话的是秦琛,他从高中开始就讨厌黎藤,我知道,我冷冷一笑,你不也是985,林霜不也才考200多分,你们为什么就可以在一起? 林霜气死了,被我这么说村里,他多没面子的,不等他开口,我的爸爸就开始帮腔了,双爽是女孩子,那能比吗?这是我的事,不用你们管,我们是你爸妈,我们不管,谁管你,呵呵,爸爸妈妈,我眼神犀利地扫过他们,他们被我看得不自在,我被人欺负的时候,我被人欺负的时候,你们在哪里? 我要开家长会的时候,你们在哪里?我在大雨里面瑟瑟发抖的时候,你们在哪里?我上学没有生活费的时候,你们在哪里?甚至现在我的学费都是我自己挣的,你们现在告诉我,是我的爸爸妈妈?然而,这所有所有的时候,都是他在我的身边,都是他在保护我,所以,你们说聪明,我为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? 而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管我?我一字一句地挖他们的心,我一字一句地刀他们的身,我看到他们的眼里第一次流出了愧疚的神色,而林双呢? 他的眼神更加地恶毒,畅畅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,以后不提了,不提了呀,我们也老了,也需要儿女的陪伴,滚,死远一点,你们老了就要我陪伴? 他不是老了?想等着我去照顾吧?找你们的好女儿林双去?这是公共场所,实在不宜喧哗,于是我声音压得很低,但是我想,他们应该都听清楚了。 我听到爸爸还在说,照顾父母是每个儿女的义务,你照顾我们天经地义。 靠,我忍住想打人的冲动,拉起黎藤,离开了座位,之后我们就一直站在连接处,再也没有去多看他们一眼。 十四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,我真的很快就忘记了他们那一家人。 黎藤每个月都会来看我一次,如今他已经不是学徒了,开始有了工资,我们的感情稳步发展。 我大二的时候,秦春大学毕业了,林双也是大二,他迫不及待地要和我的大哥结婚。 而我的父母当然乐见其成,他们那么喜欢的女儿,变成媳妇聪明。 那真是多美好的一桩婚事啊。 暑假的时候,他们高高兴兴地开始准备订婚。 秦春又来找了我一次,告诉我他要订婚了。 他说得很诚恳,希望我出席。 我不想去,真的不想去,我不想再和他们扯上关系。 临走的时候通灵,他要了我的微信,说是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也方便联系。 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 暑假除了打工,就是和梨腾在一起。 我的日子充实又幸福。 他们订婚的那天,秦春给我发了一个消息,说他们决定把地点订在郊区的一间民宿。 那里凉快,空气又好。 他让我带上梨腾一起去。 他帮我给爸爸妈妈说一下好话,让他们接受他。 为什么要他们接受呢? 我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看法。 但是奶奶说,汤明,畅畅啊,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下。 你是不在意。 但是小藤可能在意的。 你们如今的身份确实有点相差太大。 我怕他多想。 是啊,奶奶说得对。 离堂媚心非常敏感。 非常,我了解他。 我想了一下。 确实我不在乎父母的看法。 但是他应该是在乎的。 只是他从来不说而已。 他尊重我,他尊重我。 他不想给我压力。 于是我决定先去。 看看情况。 再让梨腾过去。 只是我按照秦春给的地址过去时, 没有看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。 我打开了他给我的房间号。 进去就被几个人按在了床边。 我不认识这些人。 我挣扎我拼命地挣扎。 几个男人开始撕我的衣服。 我不顾一切地大喊。 但是好像根本没有人听得到。 我听到其中一个人说。 嘖嘖嘖嘖嘖嘖。 果然林双那小娘们说得对。 这姑娘还真是长得漂亮。 哥们来这探不好。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处。 哥兰诗诗就知道了。 淫荡的笑声在房间里面回答。 我脑子里面嗡嗡作响。 不行,我不能被他们侮辱。 我的身体只能留给梨腾。 我只能是梨腾的人。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, 推开了他们, 冲出门外。 可是我慌不择路。 脚下一滑, 掉在了枯井的边缘。 我伸手希望有人拉我上去。 那几个男人欲求不满。 不但没有拉我上去。 反而一脚踩在我的手上。 我吃痛松了手, 松了手。 掉进了几十米深的枯井。 掉下去的时候, 我听到他们和林双打电话。 林双冷漠地说, 摔死最好。 我喊破喉咙都没有人听到。 我慢慢地缺氧式吸醉后, 我变成了一缕魂魄。 十五他们, 我的大哥和林双正在甜蜜地举行订婚典礼。 我看到秦琛拿出手机,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 一个定位和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消息。 界面上一条聊天记录都没有。 我一下就明白了。 之前的消息, 都是林双。 林双拿秦琛的手机发的。 发完他还删掉。 林双啊太歹毒了。 抢了我的家人。 甚至还要我的命。 我大喊着, 大哥不要和他结婚。 他是一个杀人犯。 杀人犯啊。 他是, 他是可以说聪明。 可是没有用。 他们都听不到。 而我就是说不出那句话。 他们还是订婚了。 虽然我没有去。 秦琛有点失望。 我想去找林双的。 可是我离不开林双的身边。 我被逼着看他和秦琛谈恋爱。 可我的父母上演倾情大戏。 他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都让我心痛不已。 我还听到我那所谓的爸爸安慰着林双。 双双啊。 你放心, 以后我们要是老了。 病了就叫秦畅回来照顾。 绝对不会让你辛苦的。 变成魂魄的我。 真的好想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。 真是太不要脸了。 离腾到处找不到我。 他最后找到了秦琛。 畅畅有没有联系过你们。 秦琛像看神经病一样地看他。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? 你怎么还来我这里找他? 林双比似地看着离腾。 你呀, 就是傻。 我看他就是翅膀硬了。 看不上了你看不上了你。 想甩了你, 还找他真是有病。 离腾失望地离开。 直到今天, 我再一次看到了他。 他瘦了很多很多很多。 像是变了一个人。 苍老了十几岁。 不再像一个少年。 我鼻子酸得不行。 离腾啊, 这辈子我不能陪你了。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。 下辈子我等着你。 石榴他把棺材放在婚礼的舞台上。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, 一点一点地打开了棺材的盖子。 看到了吗? 都看到了吗? 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跟混混跑了的人。 这就是畅畅。 他靠近我的父母。 这就是你们的女儿。 他又靠近秦琛。 这就是你的妹妹。 在你幸福地订婚那天, 被你老婆害死的妹妹。 最后他赤红着眼睛, 直勾勾地盯着林霜。 林霜被他盯得连连后退。 直到退无可退。 很清楚可以说聪明。 这就是被你害死的畅畅。 我看到秦琛和我的父母颤抖着身子, 趴到了棺材上。 我看到他们瞬间都红了眼眶。 甚至我那不爱我的妈妈, 开始放声大哭。 畅畅啊。 我的女儿啊。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? 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。 尸体都腐烂了。 只能依稀看得出来我的一点模样。 肯定是很可怕的。 令人作呕的。 离腾抓住林霜的头发。 把躲得远远的他拉到我的面前。 逼他低头看我。 看呀, 这就是被你害死的畅畅。 怎么不敢看了? 他闭着眼睛。 听命摇头。 尖叫着大喊。 不是不是我害死的。 你不要乱说。 不要乱说。 行称第一个反应过来。 他还在护着林霜。 你说是霜霜害死了畅畅。 你有什么证据? 对呀, 你不能诬陷我的女儿。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也开始质疑黎腾。 我看到他悲凉地大笑了好几声。 黎腾继续打开手机。 监控里面的画面一点一点地闪过。 他们清楚地听到林霜指使那几个坏人的声音。 他们清楚地看到林霜发给我的消息。 让我去那个地方的消息。 我的大哥。 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身边的女人。 他那么喜欢的女人啊。 他要结婚的女人啊。 我的父母。 也是我终于第一次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后悔。 看到了愤怒。 当然是对林霜的愤怒。 这种眼神。 他们以前只是用在我的身上。 十七趴。 秦琛最先一个巴掌打在了林霜的脸上。 她视若珍宝的女人。 这是她第一次打她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? 你怎么能狠心地害死畅畅? 我都已经听你的话。 不把她当妹妹了。 你怎么还不满足? 还要让她彻底死掉才满意? 林霜又用她那惯用的柔弱开始装无辜。 她大滴大滴地掉着眼泪。 听命地否认。 我没有。 我只是只是让几个朋友去跟她玩嘛。 我没有想要害死她。 是她自己掉进井里的。 不关我的事。 不关我的事。 我的妈妈。 把她绊在我的尸体前。 痛心疾首地哭喊。 我们对你那么好。 为了你这个恩人的女儿。 甚至赶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 我给你吃最好的。 穿最好的。 给你开家长会。 给你买最漂亮的珠宝。 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 啊,只有我的爸爸。 她还在护着这个恩人的女儿。 她从妈妈手里抢走了林霜。 护在怀里。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不相信双双。 她不可能是这种人。 我相信她。 我永远相信她。 林霜躲在爸爸的怀里。 哭得更可怜了。 爸爸,我只有你了。 他们都不相信我。 我只有你了。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。 最后是我的奶奶。 她现在更老了。 她勾搂着身子。 眼里全是累。 她蹒跚着走向前。 先是给了林霜一个最用力的巴掌。 然后我看到她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爸爸身边。 一把刀插在她的胸口。 鲜血顺着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。 她艰难地说着。 要证据是吗? 警察自然会给你们证据。 但是警察来之前。 我要为我的孙女报仇。 我的奶奶啊。 她即使如此地伤心。 如此地恨。 她都没有伤害别人。 只是给了她自己生出来的逆子一刀。 这都是你造的孽啊。 都是你造的孽。 妈妈。 妈。 你怎么爸爸艰难地吐出几个字。 妈妈这个时候还知道赶紧护住爸爸。 你都是你都是你。 都是你这个畜生。 自己的女儿不养。 偏偏去养别人的女儿。 就因为她是你喜欢的女人生的女儿。 你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了。 到现在。 奶奶终于说出了我一直不能说的那句话。 林双哪里是什么恩人的女儿啊? 林明就是我爸爸在外面小三的女儿。 而且还是小三和别人的女儿。 我那痴情的父亲。 对小三爱之入骨。 在他死后。 点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哄骗我的妈妈和哥哥。 哄骗我们一家人。 我看到妈妈摇摇欲坠的身体冲向爸爸。 你骗我骗得好苦。 你害我虐待自己的女儿。 把你小三的女儿当个宝。 你妈妈转向了早已经吓得面目全非的林双。 你你知道的吧? 你一直都知道的吧? 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。 很好玩吗? 看到我每天因为你讨厌自己的女儿。 你很开心吗? 刺拉一声。 刀子进了林双的心脏。 秦琛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。 他一直那么地相信林双。 一直为了他疏远我。 林双,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恶毒。 我真心地把你当成家人。 而你却害死了我的亲妹妹。 现在,你就去地下找他道歉吧。 去给他磕头吧。 他们死得死, 伤得伤得伤婚礼直接变成了葬礼。 红氏变成白氏。 原来是红色的喜字。 现在是红色的鲜血。 反正都是红色。 也没有多差。 我看着这荒唐的一切。 一点都不心疼他们。 真的我只心疼我的男孩。 我的爷爷和奶奶。 他们都是活该。 十八黎藤护着爷爷奶奶离开。 我终于是可以跟着黎藤走了。 不再跟着林双。 黎藤给我买了最好的目的。 他用他所有的钱。 买了两块香菱的。 畅畅你放心地走吧。 我会照顾好爷爷奶奶的。 等他们走了。 我就会来找你。 我一定会的。 黎藤啊。 我这辈子极有的温暖了。 好好活下去。 我会等你的。 等你老了。 一起去喝孟婆汤。 一起去到下辈子。 我们来吃饭。 你吃饭。 我吃饭。